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星期二抵达美国华盛顿 他将在星期二晚上 在国务院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进行工作晚餐 并于星期三在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会晤 这是川普总统以及蒂勒森国务卿 在上任之后 第一次和内塔尼亚胡举行面对面的会谈 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 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湘 荣湘你好 康荣你好 内塔尼亚胡是继英国首相特雷萨梅 日本首相贝金三 以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之后 第四位在白宫和川普总统 进行面对面会晤的外国领导人 那么荣湘告诉我们 这次会晤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 两人又将讨论哪些议题呢 主要的议题包括了伊朗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 还有就是中东的区域问题 首先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之后 对伊朗采取强硬的态度 此外跟他的前任奥巴马 非常不同 那么再来就是川普总统和 内塔尼亚胡都强烈的批判 2015年由美国主导 通过联合国五常加一 和伊朗所达成的核协议 也就是英文所谓的JCPOA 不过目前看来呢 美国不太可能会废除这个核协议 而是会确保他其中的条款 被确实的履行 那么第二 多年以来美国的一贯立场是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呢 必须有两国共存的解决方案 不过最近以来 内塔尼亚胡已经不再公开 承诺这个解决方案 而美国总统川普呢 他也曾经承诺 要把美国的大使馆 从特拉维夫迁移到耶路撒冷 那么因此星期三 川普和内塔尼亚胡 对于这个长久一贯来的美国的政策 还有各国所同意的这个两国共存的解决方案 是不是出现转变呢 也非常令人关注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启程前往美国会晤川普总统时 避免回答他是否仍然坚持 以两国方案解决以色列 与巴勒斯坦人的问题 以色列议会为合法在约旦河西岸 巴勒斯坦私人土地上建立定居点 通过一项新法律 这项法律受到巴勒斯坦人 和国际社会谴责 川普上周对以色列一家报纸说 定居点无助于和平进程 我认为巴勒斯坦人将会密切关注 川普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 将会寻找美国政策 发生实质性变化的任何蛛丝马迹 他们已经观察川普总统 提到定居点问题的方式 因此会对局势如何发展 有些担心 一些分析人士说 内塔尼亚胡需要寻找一种途径 满足以色列及右翼 对以色列占领西岸地区的领土要求 在围绕以巴冲突这类爆炸性的问题 在围绕定居点活动 这类爆炸性的议题方面 内塔尼亚胡只要和川普总统 达成某种方式的理解 取得足够的胜利 他回国便可以顶住任何压力 不过也有人认为 对美国这个最重要的盟国 应持有什么样的期待方面 还是谨慎为好 从某种方面来说 人们的期待值无疑会低一些 因为川普总统毕竟 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团队 所以他说 我只是倾听会更容易一些 虽然川普总统曾经表达 友谊促进以巴和平 但他并没有对巴勒斯坦人的愿景 表示过什么同情 不过他最近的声明显示出 一种更微妙的立场 这也许不会给 内塔尼亚胡在国内留下 很多政治运作的空间 其实在川普总统和内塔尼亚胡 见面之前 川普总统已经先和约旦的国王 在华盛顿见了面 不过地点不在白宫 而是在年度的早餐祈祷会 我们知道约旦是可以说是 巴勒斯坦的监务国 他的立场也比较亲近于巴勒斯坦 而从川普总统最近的一些发言来看 和他在选战期间的言论相比较 对于以色列的强烈支持 还有态度也出现了些许的调整 报容 好的 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报道